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 对于现代人来说 耳机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数码装备 尤其是近两年的耳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普遍的就是耳机的无线化 无线耳机相比有线耳机更便捷 使用的时候也不会再有导线缠绕的烦恼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石七 我想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已经用上了无线耳机 那些还没有入手的朋友们如果有购买的计划 那就跟我一起看看 刚就送到我们数码工厂工作室的新耳机吧 特殊器件要注意防护哦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上的印刷有什么吧 第一个是说它的设计很光滑吗 Sleek Design 我觉得可能是指设计简洁的意思吧 第二个标志我知道 蓝牙5.0 蓝牙5.0的耳机连接稳定性会比较好哦 来看包装的侧面 这里有参数 有效连接距离10米 其他的参数我们下面再穿插地讲吧 打开包装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耳机的收纳盒子 这个收纳盒很小巧很可爱 Pills Light 直译应该是小药丸吧 但我看有些网友说它的昵称叫小贝壳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包装内还有一条USB Type-C的充电线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耳机部分 第一感觉是跟苹果的AirPods有点像的 但是价格上差很多 AirPods现在的售价应该是在1000元左右 但是我们这个小药丸 只要298元 超适合我这种平常的小松霓 我觉得这条耳机还是很好看的 做工很好 很精致 拿在手里面很有质感 它的这个孔是麦克风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电源的指示灯 从佩戴上来讲的话 它的外形光滑 带着还是很舒服的 耳机喇叭的尺寸是10毫米 听起来感觉挺大的 不过能够带苹果耳机的人用这个应该是合适的 重量也还算轻 单只耳机8.2克 如果是连充电盒子的话 一起是38克 这个耳机是支持触摸的 按顶部一秒 播放 暂停音乐 也可以接听和关门电话 按顶部两秒 可以唤醒语音助手和拒绝电话 按顶部三秒 开机 关机 这条耳机资料上写的参数是这样的 我对参数什么的不是很懂 但是就听觉体验上来说 我觉得它是很OK的 整体的音质比较清晰 然后低音也很重 比我的那个圆转耳机就是好太多太多了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啊 就很清明啊 用它给办公室的同事跟老师放了流行音乐和钢琴去 他们说价格至少得值800块 真的比很多同类型的真无线耳机要好 通话效果也测试了一下 总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 也就是说盒子可以给耳机充电三次 我觉得这个续航还蛮久的 用一整天肯定没有问题 好 这条模拟室的真无线蓝牙耳机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开箱视频 那么欢迎关注树丸工厂 我是时期 我们下次再见